哈喽朋友们,今天在沙滩老远就看见这个地方露出了个小尾巴,用铁锹挖出来这一看还是两条呢,他俩这是应该玩过头了吧,潮水退完了也没随着潮水,回去 进来老铁,如果你手机还有5%的电的话,给老铁留下个双击,记得关注我,看我每天干海直播,感谢你们 老铁让我再解剖一个海参啊,那老铁还说你解剖了我就给你双击,今天我在市场花了100米,买了这个海参给你们解剖一下看看啊 进来老铁能否给我1000个双击,海生的营养价值特别高,可以侧生煲汤,吃过的贵也没吃过的罐,老铁进都进来了,给个双击,加工肉每天带你们干海直播了 来吧兄弟嘛,大海退潮了,当你来到海边啊,一定要带个楼爬一楼,有好多生物啊,都会躲在沙子里面 咦,嘿嘿,大螃蟹一只,进来的小哥哥小姐姐,如果你也喜欢大海,别忘了加一个关注,下午4点半左右折播干海,有时间的老铁记得来围观 来了,等你的兄弟姐妹们哈,这不又见火了哈,有好多小伙伴私聊我说,就要拍一个鞋垫的鱼哈,说必须系在腿上面,我这不冒着寒冷的天气哈,脱掉裤子把它剃到腿里面,这个小伙伴还在不在,带着你的全程同学给我点赞,加关注看我直播 山吃山,靠海吃海,这大海啊,养育的太多的赶海大爷,每天都穿上装备来捕捞这些恐龙蛋,就为了每年能有个几万块钱来补些家用,也是挺辛苦的 喜欢吃恐龙蛋的小火锅们,点亮你们的小红心,加关注,随视频看我报